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维稳 实际把社会的普通人当成不稳定的对象 每一个人 他这个体制之外的人 他都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这个制度的不稳定的因素 我们曾经形容过一个概念 这个体制就像一个奴隶的社会的环境一样 有人说叫猪圈 这是普遍大家认可的 这奴隶的概念就是说最下层的人是最下层的奴隶了 而稍微握有权力的人 都是在他权力可以控制和影响范围之内 他就像奴隶主一样 他随意的干 城管 国宝 警察就是最典型 那其实我们说呢 曾经讲过呢 只要他带着国徽 他就会扼杀人性 他带着国徽 他干这份工作 他就自然会扼杀人性 自然的 这个社会自然会促成他这么做 而与此同时 他们又是他们上级官员的打人的狗 奴隶 不是他愿意不愿意 对吧 王立军自己说的很清楚 那是多少年前说的 以他作为原型在拍电影时说的 对吧 据说还落了泪了 说自己就是一个被人家嚼的口香糖 粘在谁鞋上活该 谁倒霉 那我们知道在浙江 渝瑶 这是遭受大水最厉害的地方 结果应该就是在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一百岁生日这天 近万名渝瑶人到了渝瑶市政府 把为人民服务这个牌子给他摘了 照片当中看到的一个年轻 两个年轻人 一男一女 头被打流血了 网上有篇报道这么说 文章题目这么讲的 浙江渝瑶万人包围了市政府 轰书记和市长下台 他讲说15号 渝瑶市政府前聚集了近万人 集会示威 打出了毛红方60分下台 西鸣回家仲田 也就是一个是市委书记 一个是市长 抗议当局救灾不利 吓得当地官员藏起来 当局出动2000多名特警 武装警察 戒备 愤怒的民众砸了多辆公务车 而在这个政府门口呢 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两个字被人拆了 很多人被打被捕 那照片显示出来有两个年轻学生就被打流血 那有一个网友贴的说 救灾的时候你们出来100人 镇压的时候你们出来2000人 这就是你们干的事 那我相信很多细节朋友都看到了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太详细的介绍 我只是讲它的原因 事情的起因 宁波市的电视台记者到现场去拍 想现场连线 连线呢 只招了发现一个高处的地方有电 只招那地方 说愚妖恢复电力供应 那作为当地的老百姓就不干了 你就瞎胡说 然后那位年轻的女记者说 你们愚妖人脑子有毛病 那是脑子有毛病 作为记者 中宣部门 我们看一看中央电视台的造型 再看一看人民日报社的造型 那他要完成的就不是人完成的东西 他是要维持党性的 而党性要求一个最关键的什么问题呢 无在乎事实真相 而在乎你如何报道 你报道出来的东西 要引导着人们去稳定 对吧 稳什么定呢 中央电视台的造型就是一个稳定的造型 对吧 这个很清楚 所以他就不能做一个正常人的事情 他做的就是龌龊的事情 得出来的结果是要社会稳定的结果 而不是你愚妖人生与死 你的利益 你的被这种遭受灾难之后的真相 那愚妖人这上万人 到你愚妖市政府门口 摘掉了你为人民服务的牌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被侮辱了 对吧 他们被侮辱了 他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他们已经遭到了天灾 而愤怒不是由天灾而来 愤怒却来自于你这管制的社会 你这个体制的方向 你的管理的方式 你共产党统治的方式 你的宗旨 这是为什么这个体制 很多人他弄不 他只知道自己跑 挨不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就说 就得这么干 弄你人家利益的时候 你傻儿了吧 但是用另外一位朋友说的话 再给他扔个馒头 他牛俩上别的地方 肯瞒到底了 不关我的事 扼杀人性的体制 就是直接这么表现 与此同时 在于瑶这件事情上 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我倒觉得很值得说 他讲说 浙江于瑶被背禁灾民家的干部 遭到了免职 那这张照片 我在推特上和Facebook上都看到 他讲说 台风刚过遭受严重水灾的 于瑶三七市镇决定 免去下乡视察水灾的 应穿高档鞋子 而被背禁灾民家的干部王某 那讲说 浙江于瑶三七市镇 某领导下乡视察 因为穿着高档鞋子 迫不得已 由年近六旬的村书记 把他背禁了灾民家 那这件事情 这个人被免了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看到的 当时的场景 我自己说呢 这个干部呢 那就活该是个倒霉蛋 这就我说这个体制的邪恶在哪 村长 村委书记为什么背他 他是大官 直接影响到村委书记的未来 这个时候 村委书记自己 敢把自己当成奴隶在世 换谁都会这么做的 你记住 这个体制之下 换谁都会这么做的 你今天照了一张照片 你知道全国今天就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有多少人在这么背着与被背着呢 我讲的意思 并不是这件事情披露出来 说中共官场有 这个人 这个当官的有多恶 我跟你讲 这个体制之下的官 他被这个体制所约束的 被这个体制所管束的 当他要去在这个体制获取利益的时候 他一定就这样 他没招 因为他要保护党性 他要拥有党性 他会自然的扼杀人性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 你为什么要退党退团退队呢 因为他就像一个活的东西一样 他自然绞在你脖子上 绞死你 只要你在他体制之内 很多朋友你要明白我说的这个道理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 这一篇报道 这件事情应该具有深刻的影响 但是在国内被删掉了 国内很少报 几乎没有 但是这个意义会很深刻的 他报道这么讲 官员水刑制死案判决 官方保持沉默 那文章讲说 温州的一个官员 在其双规过程中猝死案 造成他死亡的六名纪委干部 被判四年到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律师和于七一 这于七一就是死了的这个 被水牢 被水刑制死的官员 他的前期 星期一透露这个消息 文章讲说 9月30号法院做出决定 那但是官方没有任何报道 这是9月17号开庭的 六名被告的罪名 是故意伤害致死罪 那今年4月份 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的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 42岁的于七一 在双规期间 应在冰水浴桶中 反复憋水而死亡 共产党员 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 被党的干部 纪检干部干掉 怎么干掉呢 纪检干部要审问他相关的内容 让他说出来 要说的内容是真是假 不要紧 要说的内容 要让那六位纪检官员 能够认可和接受和满意 这一定是这个体制之下 在八案子的操守当中 大家认同的一个观点 已经没守成规了 已经成为了条件反射的一种做法 那纪委我们说过 中纪委从上至下 他是违法的 他是中共党内体制内部的 这个管制系统 加法 所以在中国谈法律 说有时候被中纪委给弄了 有时候大家还拍手叫好 其实那是直接违反法律的 但是问题处在于哪呢 造成这个人死了的 这六名纪检纪委的官员被告了 中共体制内部的 这种加法的执行人员 他的工资是从国家拿的 但他执行的概念是超越法律的 可是今天的法律的这一面 制裁了中共体制内部的 这种执行加法的人员 因为他们在体制内部 把体制内的人给杀了 为什么杀了 是因为他们要完成党的要求 所以文章讲说 被告人之一的李祥 他的律师池凤生表示 他的当事人被判十年是不合理的 已经提出了上诉 在辩护词中 六名被告军表示 他们对宇七一实以酷刑是听命于纪委的更高级别的官员 与七一的前妻吴倩表示 级别较高的官员未被绳之于法 这是不公正的 真正的元凶未受到司法追究 这是令人失望的 律师普志奖表示 六名被告都是党指定的替罪羊 不过他也提到中纪委工作人员受到本案中的司法惩罚已经相当罕见了 没错 这六个人是完成更高官员对他们的要求 而这样的操守做法 事与酷刑 是他们正常工作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 共产党的邪恶的一面 不仅对外面的人 对自己的人 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就是扼杀人性 事与控刑 所以这个体制 中共的体制是一个反人类的体制 所有的人都在其中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